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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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樂兒 今天想拍的主題就是關於澳門的教育制度 因為我來到香港,其實很多香港的朋友都很好奇 究竟澳門是怎樣讀書 想不想考DSE 今天決定拍這條片去解答一下 可能大家對澳門有些好奇的地方 如果大家也有興趣的話 就知道我們是沒有DSE的 換言之我們沒有一個統一的考試 我們沒有像台灣的學測 或是香港你們的DSE 我們都沒有 我們現在暫時唯一有的澳門的一個工康考試 是四校聯考 但我自己是沒有考的 它不是一個必業性的考試 最主要就是給一些可能屬於澳門升學的學生 去考的一個試 這個試最主要是用澳門本地的四間高等院校 又或者是少數台灣或內地的一些大學 但因為一個考試的應修性就不是很廣 所以對我們來說不是一個必要的考試 對我們來說 好 直到剛才第一點 既然我們沒有一個統一的考試 那我們究竟是怎樣申請大學的呢 其實很簡單的 就是你視乎你要去的地區 以及你要去的院校 然後去考相應的一個公開試 那就OK的了 例如我們去美國 就要考SAT加TOEFL 如果要去英國、香港、澳洲這些地方 就是A-Level加IELTS去溫習 我們法四就已經要開始想定 我們要去的升學地區 然後開始溫習 法五就會真的開始去考這些公開試 法六就會是 去考大學的時間 剛才也說了 我們是 究竟要考什麼時候去考大學 也繼續延伸地說一說 究竟我們考大學是需要準備什麼呢 除了剛才說的一些公開試成績之外 我們是需要交校內成績表 換言之是 你在準備著 另一個考試的同時間 你也不能回不到你自己的學校本身的考試 因為他也需要看你的考成績表 第三項要交的就是你的CV 我們的CV就需要有一些獲獎的經驗 義工服務經驗 或者是一些交流 外出比賽 或者是外出探訪之外 這些外出的經驗 可以說 所以這本CV是會非常厚的 你也需要可能從科學開始 整理得漂亮 這本CV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主要交的就是 Personal Statement 就是有點像雲工的Cover Letter 就是講一下 你是誰 為什麼會想apply這間大學 為什麼要修理 最後就是可能會出現一些老師的推薦信 有些大學 好像台灣 有些study plan 這樣的東西 需要教 就視乎你去的那間縣校 它需要你交什麼資料 但大致在面都是這樣的 都蠻麻煩的 因為你去不同的地區 甚至乎是大學升學 你就要準備很多不同的這些資料 尤其是你的Personal Statement 我記得我當時是寫了六封 是完全作文的去寫 好處就是不用一時定生死 而且你要很早 開始認清楚自己的路要怎麼走 其實到了第四點 第四點 就是我們沒有選修科 相信大家在香港讀書 從四點開始就會選科目去讀 例如你想選拜 你想選歷史 也可以 但是我們是選組別 即是民組 雙組 你組 這樣去選 在這個框架以下 每間學校可能都會有不同的 一些教學的內容 以我家學校為例 有尼組之外 我們民組和雙組 是有一點合併的感覺 然後另外再加開了一個叫做文尼組 這個文尼組 就是會有一半民組的內容 一半尼組的內容 混合在一起去讀 每間學校也可能會有一點點不同 但大致上的框架都是民組 尼組和雙組 Under這個框架下面 已經是有設定好的科目 所以我們不能按科目去選擇 以我為例 我就是民雙組 所以就是歷史 中國歷史 和世界歷史 地理 accounting 和econ 這樣就合在一起 我們一些 例如PE 音樂 視覺藝術 IT 這些科目 全部都是整個中學都必須要讀的 是不能選擇的一個科目 就是上學時數方面 據我所知 應該是政府有一個規限的上學時數 每間學校都需要達到上學時數 以我校為例 可能因為我們放假 長一點 或者多幾天 所以其實我們星期六 早上也是要上學的 小學也是要上全日學的 我們一直都在說 小學和中學好像是同一間學校 沒錯 因為我們升學一條龍 大部分的學校不像香港 我們全部都是直升的 直通車的概念 由幼稚園小學到中學都會在同一間學校 當然也會有少數的學校 在小學的課程去讀 所以就減輕了 例如小學升中學的 這個情分史的壓力問題 我們是沒有補習天皇 不會有一些廣告說 什麼補習天皇的概念 另外還有一個TMI 想跟大家說 我們沒有通識科的 我們的主修方法就是中英數 然後就是我剛才提及過的 例如我是歷史 即是中時加西時 工作界 accounting econ 音樂 virtual arts IT 以及PE 還有 因為十二科 雖然我們選擇文科 文商科 但也要升上科科 以後也要讀少少理科上的東西 這個也是政府的安排 我們會讀一個例如 生物化學 或者化學科學 那一科 簡單版的一些BIO 或者簡單版的一些CAM 真的非常簡單 這些基本的知識 以及測驗校試的壓力也是極小的 不需要怎樣溫習 可能做學project 這樣就OK 那種 但是關係 或者議題 這些科去讀 那就是 每年都不一樣 應該每個學校都不一樣 但是就是會滲到少少 像理科那樣 韓國就會需要一些 例如歷史時事 這些少少文科的科 在裡面 但一樣都是不夠壓力的 我都發現澳門的一個教育制度 是很重視一個叫做多元化學習 你可以有好處都有不好處 那都很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們是會喜歡香港的教育制度去考試 還是你們會喜歡澳門的教育制度 那這條片都來到這裡 如果你們對澳門有什麼好奇的地方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就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